我们说佛 终极的目标就是入佛之间 佛所知无所不知 佛无所不见 不但知 他统统见到了 统统听到了 六根 恢复 缘有的本能 本能就是佛之佛见 永远离开 丢到轮回 永远离开是发现 他住在那里 住在时报庄严土 那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不生不灭 有生有灭是假的 那这个世界是有生有灭 那包括时间与空间 统统都是有生有灭 并种种方便 方便就是发门 方法 门道 佛度化众生 太巧妙了 在我们现前 这个时代 佛是应激 是脚 什么样的根性 什么样的程度 他讲什么样的法 让你听到 独身欢喜 你都能听得懂 那 所以佛讲我们 世间法 你在这个世界 历苦的路 做一个 第一生 平平安安 很幸福的 过一辈子 佛教给你 伦理 道德 因果 这三样东西 你学会了 你就能满足了 如果你觉得 六道很苦 很辛苦 想离开六道轮回 他跟你讲 小臣 斯蒂法 跟你讲 十二因缘 你能够脱离 六道轮回 那个 幸福美满 就更殊胜了 人间人 想不到 那更高的 聪明的菩萨 他想回归自信 那就给他讲大臣 讲一臣 华阴 法华 这一类 唯有一臣法 无二又无三 出福方便说 所以佛讲真的 真的 绝对 帮助你 圆满 久物 跟他一样 不会被他查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称佛 跟阿弥陀佛 完全相同 这叫圆满 这叫普度众生 所以令一切众生 都为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正能量 圆满的正能量 圆满的正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